韭康島新鳳廟因為早年的作用不對 地方新鳥決定要尊照新鳳爺的支持 重新來起新廟 這行中間工廟在今天的月報 來紀行當土電裏 廟風表示 整個工廟希望能在三年來順利完工 韭康島新鳳廟新民國五十三年 由地方新鳥全都新的新鳥祖廟分年以來 當時韭康的新鳥年八月十倍 這條新鳥小鳳廟的運作 共請這尊小鳳爺南下土康責任 我們的行鳳公已經在我很小時候 我是聽爸爸說的 他在民國五十三年 五十二年就跟爸爸說 他要來南部發揮 所以去我們的祖廟新鳥的行鳳廟 去拔杯拔到十八杯 這把行鳳公請下來發揮 來這裡訂做 這裡本來是一個針仔油 沒有很乾淨去想 針仔油的人不敢大 這裡成鳳公下來訂電 在這裡這裡整個鎮頭這麼平安 透過杜香爺來透過之後 地形著新的信長 替他去一間廟物獲塞 但是因為座鄉不對 所以才會決定條件 我們成鳳公是希望可以做北朝南 那是他的座鄉 真正的先進大町 關心要給他 要給他好 關心 所以做南朝北 風洋不對 所以有剩下一次 這次重新再來 就是做北朝南 希望一直三年來要完成 希望先進大町 多多給我們保持到支持 我們成鳳公說 可以再去圓圓 按照入會 小鳳爺是關營養的新民 民間傳遂 人家過程後 尚心扶爹的新民 就是小鳳爺 所以小鳳爺的信用 真有搞法民心的效果 我們成鳳爺是關營養 你像老爺也不清洗什麼 他了解都會把那些 成長的關照 讓我們來佩生 大家平安順利 他叫人不要做派 要耗順北部 百善小微鮮 他都放鮮人而已 經激了解 小鳳爺有分 都小鳳跟副小鳳 以及副小鳳 頂吉祖 以現代觀念 都小鳳 代表是勝的吉祖 記者以名為 蔡王博德